新型肺炎持续超过一个月 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今次其实我试过是零的 是没有一个人客入 我从事饮食业都有超过50年了 但是我都没见过这么大规模饮食业的惨况 多个行业受到重仓 政府就设立抗疫基金旧市 抗疫基金还会用来买口罩 不过有市民已经在网上买口罩的时候被人骗 多贵你都要试一下博一下这样的心态 那为什么不可以控制一下价钱呢 我觉得可以在政府那里着力一点 种种措施究竟帮不帮到企业和声斗市民呢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新型肺炎疫情持续超过一个月 对各行各业造成的影响逐渐浮现 政府统计处上星期公布11月到1月的临时数字 失业率升到去3.4% 亦都是超过三年来最高 建造零售住宿和饮食业等首当其冲 为了支援受影响的行业 政府设立了300亿防疫抗疫基金 连同刚刚公布的财政预算案 究竟帮不帮到业界呢 阿琴在这间餐厅做了近20年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多年以来第一次要减工时 人工都少了三分之一 减工时休半夜这样去 一个星期七天 我一至四天晚上都不用回 都要休休 现在没什么客人吃饭 不过幸好她对子女 最小的都已经在读大学 所以家庭的负担都不算太大 这时势也没办法 有没有想过去找其他工作 做兼职的帮助 现在哪里玩都难玩 红红都是这样 八红百叶都是这样 吃少一点 不要吃那么好 吃多点菜 餐厅老板娘萧秀香 人称三姐 由2000年开店到现在 都说这次疫情对市道的影响 比沙士和金融风暴更严重 这次其实我试过是零的 是没有一个人客进来的 那一晚其实大家都很难过 伙计说我们在这里做了这么久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铺头是没有一个人进来的 沙士当时我都没试过要停热 小小小小都叫做有 但是这次我都要开始停热 停星期一至星期四的晚市 但是中间早上我还有一些外卖 你也是火纜吗 你也是火纜吗 你也是吗 OK 因为停业 十三个员工里面 有一些自动要求减薪 有一些要放无薪假 不放假的就轮班工作 希望共同渡过难军 今天午市就做了1599 就是说不够了 今天好生意的了 但是真的不够了 一千多元一个下午 其实都… 有时都六百多的 真的试过的 三者说平时午市可以做到三千多元生意 不过自疫情爆发之后 整体生意大跌超过五成 一定虚 怎会有得赚 平衡都已经是很幸运的人 但是不可能是平衡 一定是虚的 过年到现在都虚的 受疫情影响 政府成立为数300亿的防疫抗疫基金 向企业和市民提供协助或者援助 第一部分大约100亿 将会用来提升本港防疫抗疫能力 包括拨款给医管局支援抗疫工作 支援本地生产口罩 采购防护装备等等 第二部分涵盖企业和市民 例如零售、餐饮、运输、旅游等多个界别 也有为学生、幼儿中心、培训机构等等 提供额外津贴和补助 当中饮食业界会按照不同牌照 发放一笔二十万或者八万元的资助 预计大约二万八千个持牌人受惠 三者的餐厅预计会拿到二十万的津贴 你说全部帮助得了就没可能了 但是有这个二十万的帮助 怎样都好 至少水电费也先交了 供应商要付钱 因为你不可以说真的 这么久都不给就不行 可以找一百元帮助 就先找五十元 好实话 他们连工都很多时候没得回 怎样舍得出去消费 当然是少点 最重要是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一过去 明天会更好 我从事的饮食业 都有超过五十年 但是我都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 饮食业的惨况 如果在三月中 还未控制到疫情 而是再这样发展 我想到三月中至四月左右 我们超过一千间食肆会 结业和暂停营业 本身也有做酒楼的梁振华 认为政府提供的资助 的确可以帮到 比较小型的餐厅和小食店 对大型的食肆来说 只是杯水车身 不过他预计 疫情过后 本地消费会有助饮食业复苏 大家市民存了一段消费能力 会在疫情接触爆发 兼加香港 在国内也是非常受欢迎 来这里旅行 我希望疫情过了之后 就在旅游和本地消费爆发出来 助我们饮食业备之力 尽快复原 2003年沙士过后 中央政府在下半年开放自由行 仿港旅客数字急升 带动经济 令旅游、零售业等等迅速复苏 不过今年新型肺炎疫情在香港蔓延 多个国家呼吁国民不要来香港 有些更将香港列为疫区 疫情过后 旅客会不会重临 仍然是未知数 在尖沙咀经营旅馆已经七年的罗先生 近日亦受到疫情影响 现在的入住率只剩一成 这个系统是看到我们有多少房 以及有人入住 其实你看到空白的地方 已经是没有人住了 有些房间已经关闭了 然后整个单位都刺了 三四月订单已经取消了 罗先生和合伙人开的旅馆 初期以青年旅社为主 主要接待外国的背包客 最高峰的时候 在同一栋大厦租了八个单位来做旅馆 不过现在只剩下四个 连原本请的五六个全职员工 都全部削减了 现在他和合伙人 有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 我和合伙人开这间公司 都开玩笑地说 沙士不会再来 如果再来我们都应该可以避免 但是真正来说 这次疫情是 我问过之前的行家 他就说比之前更加严重 其实我们自都看到 其实由十二月开始之后 其实一直都静 但是大陆一说立即封城 就很多取消了 大部分可能90%就取消 在疫史下 罗先生的生意 对比去年同期大跌九成 而政府的抗疫基金 会向宾馆业界提供 五万元或者八万元的资助 可以说是临时止血 不过长远来说 罗先生会考虑将旅馆转型 其实我们都是见不见的 幸好我们两年之前 就开始注重在共居方面 我们有一部分客户都帮租了很久 我们现在尽量 看看可不可以建立一个社会 叫客人或介绍一些朋友来 做多些宣传在这方面 看看可不可以在这段时间 收多些本地客 或者长租客 是 王先生 是 不要握手 罗先生 你好 你好 剩下几万元也可以 是吧 撑到一头捧到业 但是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有宾馆业界代表说 即使政府今次提供资助 但是陆续都会有宾馆倒闭 八万元或者五万元 对我们来说是无报于事的 你只不过可能因为这段时间没有生意 没有人工给 欠伙伙企工 你可以立刻先给点给你 先忍住一下 可以做这样的周转 或者你要给租的业主 先给一万元 可能会做这些拖延的作用 但长期来说是没用的 刘功成认为即使疫情过后 旅游业都未必能够迅速服完 国内应该开放多几个城市 现在不是全开的 multiple visa 多次签证 有很多省市都还未付 香港政府也要做多些promotion 宣传在国内外 即是说宣传香港是安全的 在疫情持续下 政府星期三公布新一份财政预算案 推出一系列逆周期措施 涉及超过1200亿 包括向18岁以上的人士 每人派1万元 今晚年度的新讽税理得税 获百分百退税上限2万元 纵援生果金 长者生活津贴出商量 防委会和防协出租单位 免租一个月等等 财政司司长 这个年度的财政赤字达到378亿 是15年来首次出现财赤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计下年度的财赤 会扩大到力来最高的1391亿 政府是下年有13亿 再来几年都是几十亿 如果来几年都是几十亿 赤字基本上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有超过1万亿的政府储备 再加上有更加多的外汇储备 所以整体的财政对政府来说是影响不大 预算案内针对中小企的措施一共有12项 合共183亿 包括宽减利得税 非住宅物业差响 宽减商业登记费 以及政府提供的百分百担保企业特位低息财款等等 葬太良认为预算案并没有太大的针对性 今次主要是一般性、全民性 如果针对性的话就应该特定的行业 例如餐厅、饮食业、酒店、旅游这些行业 应该是给更加多的资助 如果你给特定的消费券 这个就可以帮助 因为如果你要派钱去经济 正常的情况是可以的 但现在疫情之下 市民拿到钱都未必去消费 那就可能都会坐起身 或者是迟些才用 所以对此的经济 在疫情之下 派钱就未必有特别的帮助 疫情还未受控 口罩仍然是市民的护身符 政府设立的抗疫基金 是否也可以解决一罩难求的问题呢 下一节再看 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口罩一直渴市 有人就看中这场口罩方 以不同的手法来骗人 当中网救形式特别多 政府公布的300亿防疫抗疫基金 再预留10亿来买口罩等的防护装备 又撥出15亿帮商界生产口罩 远水可不可以救到近伙呢 口罩供不应求 为何会是这样呢 和很多香港人一样 林小姐最近对口罩的价钱相当熟行 这一只 但没有价钱的 30元? 两个 但这个只有两个 再看看 浮动的 3M那个是 它报我报30 30元是两个 后来它很小声 报了给我 3M那个20元给我 很害怕的是 其实为何价钱可以这么浮动 差10元 其实那样东西 你就会觉得 包装和里面 是不是两样东西来的呢 他说自己买东西一向都很小心 但为了要帮一家七口扑口罩 今个月头 他第一次怀疑代入网救陷阱 如果不是市面那么短缺口罩 大家要去令到 可能我下街可能药房 我连一个口罩都买不到 是完全没有那一刻 你不会这么疯狂地上网 不停地找 几贵你都要试一下 博一下 这样的心态 所以就变成 那时候我会到处下单 他当时在网上 看到其中一个社交平台 有卖他家人一向用开的口罩 他很快就用了600元 订了两盒 刚好就是有一家 没买过的 见到已经有四万多个赞 我就买 跟他说我要口罩 他就inbox我谈 叫我过数 我第一句谈 到我完成过数 是说十五分钟内的事 之后他发现 网上有人讨论 曾经被相关的平台骗钱 于是向对方要求取消订单 他没有回覆我 我看到他即时阅读了讯息 然后过了一分钟 我就再跟他说 hi 他为什么不回覆 我就hello一句 原来已经封锁了我 整个过程我只是给了钱 他只是答应了我某一个日子 就是二月二十号前有口罩 过了二十号 他没有收到口罩 也没有收到退款 我们找到林小姐 买口罩的网上平台 看到他的头像转了 今月中再有新帖 说有另外一批口罩 可以给人订 尝试以买家的身份联络他 对方很快就回覆 说月尾会有货 但是订金要给全数 当我们追问 可不可以给少些 对方就说可以给一半 还说如果到时没有货 都可以全数退订 我们最终表明记者身份 向他查问有买家 说他骗订金 他反指说有人想骗钱 还说有已经收了货的买家 可以作证 当我们邀请他正式接受访问 他就要求我们出示证件 之后就再没有回覆过我们 最后还封锁了我们 邦林小姐的深水埗区议员 袁凯文说近日接到 超过800宗有关买口罩的求助 但是涉及这个平台的 就有十几宗 他就是针对这个 大家很渴求这个口罩的心理 这800宗主要是在面书 Facebook 亦都有一些是在Instagram中的 基本上都很清一色 就是他们会出一些帖 总之都是一个月中 或者月底之前有货 或者一两个礼拜内就有货 大家就是先付钱 付钱的方式 都是一些网上的付款 都会有一些是可以 在银行入数都有 甚至即时可以过过钱 所以亦都为什么是 那么短时间内 那么多人中招 那么多人被骗 截至今个月27日 警方一共接获881宗 有关社交平台买口罩的骗案 涉及大约2700万 抓了24个人 针对网救口罩 或者PayPal的形式 去付钱 是保障更加大 有个机制就是有争议的交易 是可以 共结了一笔数 不立刻放给对面的商户 给人 面前出现什么争议的时候 你用那个机制 其实那个 退分钱是比较大些 新冠肺炎疫情下 世界各地都闹口罩荒 铃近的澳门政府 在上个月23日 推出保障口罩 供应澳门居民计划 限每个人 每10天可以买10个 每个零售点的口罩库存 也会放上互联网 到现在已经卖了 过千万个口罩 看看香港的情况 在澳门宣布计划的同一天 特首林郑月娥 还在瑞士 继续世界经济论坛的行程 明天一早 我就会马上飞回香港 在大年初一底部之后 我会召开高层的联议 再商讨最新的情况 和应景的措施 过几星之后 政府第一次承认内部 都有口罩短缺的问题 甚至要不符合要求的官员 我根本叫你不准带 带了也要脱下来 因为每天带几个 其实对于紧绝的供应 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外界批评政府 以价低者得的形式 公开招标5700万个口罩之后 政府强调还会直接采购 如果有采购的途径 方便的话 也请他们转介给特区政府 我们一定会主动跟进 作这个直接的采购 上个星期当局再解采 因为物流问题 订了的4800万个口罩 只得大约一成运到来香港 也我们有见到有一些旋旗 因为减航班的缘故 他们要转飞机去压运 亦是因为有些厂家 他们反架 有时是七成是来不到的 到底是何时开始直接采购 具体是如何采购 物流服务署 回复我们查询的时候 都没有提过 只是说接触了近30个国家 超过600个供应商 我们是福康生命的 送口罩给你的 多谢 我这个也一个礼拜 我之前第一个要一个月 没有可能买到六手 真的不敢买 我们见到宁愿不戴口罩 出街都不会买 因为我们很害怕 买了之后 艺术生活或者衣食住客 都会有困难 尤生如太收到的口罩 是由民间的义工组织提供的 本身我们的组织 是帮助一些基层的行动不变人士 去做一些复诊的一些 一些意在的服务 这次也是收到一些 我们一向过往帮助的一些 一些个案 向我们求助 在市面上都买不到口罩 他们又觉得政府说 帮不了他们 对于口罩供应的问题 梅广亮认为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会不会能够订出一些法例 令口罩较低的水平 例如本身口罩的成本 大家都明白到 平时没有疫症的时候 的价钱是多少 那为什么不可以控制价钱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可以在政府那里着力一点 一罩难求 不少人都希望本地厂商 可以生产到口罩 对于政府提出 以15亿元资助 圈延分的医疗用品研发公司 都有意申请 我们最主要是 做一些科技研发的 一个start up公司 一开始最主要针对 都是跟一些老人的一些病 医疗相关的一些要求 规格 其实我们都要跟 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东西 都熟悉的 今个月初 他们开始筹备 大约两个星期时间 已经找到地方做无尘室 也都向内地订了一部 製造口罩的机器 预计最快三月初 会运到来香港 不过 即使有了硬件 找原材料 对他们的阻力更大 他们好像有管制 现在又是说出口管制 全世界主要生产这些 物料的原材料 特别是中间那一层的 过滤的那个膜 其实占全世界 50%以上都是来自内地 内地有个特别的一个措施 就是只可以给一些 就是拿了政府的牌照 去生产这些口罩的工厂 买某些的级数 可能是医疗级数 就是原料 但是我们香港 其实是完全是 完全是 踏不上那个 规格 或者是他们的系统 就是好像 感觉上好像 我们被人封了关 他希望政府 除了以资金支援之外 还可以跟中央去谈 将原材料 以配级形式 卖给香港公司的可能性 世界卫生组织 星期五宣布 因应新冠肺炎全球疫情 将境界级别 从高提升到最高的非常高 香港的抗疫措施 以至民生、经济方面 未来如何应对 我们会继续关注 今集新闻透视说到这里 再见